努力 谢谢 到最后代表团的其余成员也都相计出场 全体成员绕场一周与现场学生握手道别 至于刚刚和运动员对话的同学又有什么体会呢 刚刚就问了刘子哥 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么辛苦训练的时候 都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下去 然后他就说平时因为他都很喜欢游泳 我觉得他的兴趣令到他自己有这样的心 去继续游泳可以感染到我 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游泳的运动员 我会以他做统样去继续努力 以后游泳会拿到好的成绩 那为什么你会特别问博晶晶呢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他 就觉得他很厉害 每次我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别的运动员 运动员就感觉他们很紧张 我的感觉是他们很紧张 但是看到郭晶晶跳水的时候 就是觉得他很沉着的冷静 所以想跟他学习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今排选手难得来到澳门 在出席各大活动之余 也都去到著名的世卫景点 大三巴牌坊参观 拍照留恋 在选手到达之前 现场已经有大批民众等候 当中不少人更手持相机 希望可以拍下运动员的风采 今排建议现身 即时引起全场空洞 林丹 李小鹏 体操女团 举重男团 再来一个大合照 就完美了 到最后 我们来到今排代表团访澳两天的最后一站 为中国喝彩 与中国奥运今排运动员挽回 在澳门运动场举行 63位运动员用何叶营的小台进入会场 受到在场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希望担强祖国的自豪感 看看中国的运动员如何拼搏 拼搏精神 希望学习 在晚会上 中国乒乓球的马林张怡玲 分别与澳门青少年运动员 及内地歌手组成运相拍档较量 吴静玉就与两名澳门小运动员切磋舞异 举重金牌串手龙青泉 即向一名长者传授举重技巧 而长者亦都不负众望 举起了125公斤 咦 为什么连女尸儿都可以 原来只不过与大家开个玩笑 之后还有运动员大开金口 以及刘宽和澳门一群小朋友 合唱奥运主题曲《我和你》 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鱼掌声 为今排运动员两日的 仿奥行程射上句号 相信他们都被澳门市民 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 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鱼掌声 我和你先连续 无处的憔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场同学的欢呼声不断 就是为了欢迎0408年两届奥运女子单打冠军 中国羊毛球手张宁 她在10月1日上午 现身河东中浦小学 和近80名的学生 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 当日不少的学生 向刚刚退役的张宁提出问题 虽然小朋友问的问题很简单 但张宁也细心一一回答她们 还教导大家要有坚忍的精神 其实我觉得是 当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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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种意识 会在任何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抱起 所以其实包括生活当中 人生当中都是一样 都不要自己只要放开自己 面对自己的心态 只要做到自己 结果一定会很自然 所以不要去苛求你 最后考试的结果和你取得的结果 只要把你自己的学到都用出来 就可以了 不说不知 原来打羽毛球好好的张宁 还很喜欢游泳 请问嘉宁小姐你不喜欢游泳 我很喜欢游泳 不过我不会游 对于张宁 大家对他们很喜欢游泳 对于张宁 大家对他的印象 可能只限于两处奥运金牌的中国羽毛球选手 但他除了球场上的冷静 其实也像早家东北的人一样 性格爽朗豪迈 你有打羽毛球吗 一点点 你喜欢吗 其实都喜欢 因为打羽毛球会让女的漂亮 才能长得这么帅 就太漂亮 他还说 在比赛的时候一点都不会紧张 因为他知道背后有全中国的人支持他 他要做的就是专心地打好比赛 比赛 比赛我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你们有中国那么多人 给我支持的力量 还有这些人在澳门给我加油的力量 所以我一点都不重要 原来同学仔不止问问题问得好 还好识把握机会 之后 张宁和同学进行了球技切磋 一个反手抽击 令一班小朋友大声喝彩 非常开心 张宁又示范发球 将签名的阳毛球送给小朋友 执到幸运发球的同学 和张宁合照留念 而活动亦都在一片融合的气氛之中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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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